涉事的承建商华形建筑华正是了解和调查事件 有铒工会就推测意外成因可能涉及安全措施不够 又或者大雨增加了铒架的重量 也有工会认为劳工厨应该在恶劣天气下 向高空工作的工人提出提醒 跑马地落活道的罕见意外 近十层楼高的铒架瞬间倒塌 铒架就好像中间断开一样 翻查业主立案法团的文件 工程承建商是华形建筑 负责改建和装修四层高的停车墙 以及10座30至37层楼高的铒屋 并且会维修外场 会所和大堂 华形化正是了解和调查事件 立法会议员谢慧俊是华形建筑的独立非执董 也是当区区议员 他下午到场试察 大家都很关注现在究竟何时可以开一条路 因为这都是非常繁忙的路 很多大堂是影响不能够回家 现阶段还要了解情况发生的过程 和原因和申请的伤害去到哪个程度 所以现阶段我相信不能代表公司说任何事 有达鹏工会说意外成因或者牵涉多重因素 根据务公署指引 规定工人在8号讯号或者黑色暴雨警告期间停工 而今次事发的时候 3号讯号和黄色暴雨警告生效 现场的监管人员在这些情况下 是作出一些适当的指示给工作人员 那不应该被工人出去做事 就应该留在安全的地方 务公署那方面都是要再想一想 在适当的时候都要作出一些指引 又或者是特别提醒棚架或者高空作业那些工友 建造业总工会发声明说 对意外申表遗憾 会为死者家属提供支援 并且强烈要求务公署检讨现时法例流动 保释连自记者刘俊玉报道 保释连自记者刘俊玉报道